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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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量少卸下赤白粘动的 尤其是赤白粘动 或者我们说的浓血变的 这个大家知道 多鉴于我们中医的利己 如果大便时小儿困闹不安的 大家注意 多鉴于腐痛 如果没有困闹不安的 可能都不伴有腐痛 这是我们小儿的一个特征 如果大便困难 几日不解 后半有腐脏 移气的 移死气的 那么这个呢 都建议什么呢 便秘 长躁便秘 或者时日内节引起来的 引起来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根据大便的性状 第一个 我们来确定 确定疾病 第二个呢 可以追查到一定的什么呢 病因 给我们临床治疗呢 提供限制 这是大便 那么小便 那么小便的量 我们年龄越小 那么次数越多 量相对来说也偏多 那么当然大便的量 跟那个饮水量 以及出汗的多少 和大便的干系情况呢 有密切的关系 跟大便的量 跟那个喝水的情况 跟那个出汗的情况相关 那么临床呢 我们病理情况下常见的什么 小便贫瘦而短次 那么这个呢 我们多建议什么呢 湿热 下注膀胱 或者热血至胜 或者心热 宜于小肠 那么如果小便清肠 或有宜尿的 尤其是夜间 小便次数明显增多的 那么这个我们多见肾虚 肾不能够疯长而出现的 那么如果小便淋漓色痛 甚至出现这个颜色 尿色非常深的 淋漓色痛 甚至尿贫尿急的 那么多见于我们的热力 那么如果说见尿血了 或者尿血先红的 如果疼痛 小便疼痛 见于尿血的 那么一边呢 属于我们的 吝症 如果小便 见尿血先红 但是不痛的 那么属于我们中医 尿血的范畴 尿血和令症 就是有没有痛的一个改变 那么另外 如果排尿不畅 或者突然中断 甚至排出沙石的 那么属于我们五令里面的十令 类似现在的什么呢 结石 甚至以膀胱结石为主的 那么小便过多 见多饮多食的 那么见于肖可病 那么肖肯在我们儿科见的相对来说要少一些 那么就三多一少的 是不是啊 那么另外 小便偏少 见一身腐肿的 那么则见于我们中医的水肿病 那么这就是我们儿科常见的病 水肿病 那么小便的量的一个改变 明显减少 明显减少 那么这是我们临床常见的小便的一些改变情况 跟我们内科还是相同的 跟我们内科没有什么差异性 那么另外就问饮食 那么饮食 你比如说小儿 长期见食不贪 食欲不振 或者见面色恍白的 那么这种 多见于脾胃虚弱 如果小儿见食不贪 那么顽腐脏满 甚至出现呕吐腐蟹的 那么这个多见于极致 饮食内伤 出现了一个极致 如果善食而不充形态 我们说似食异物的 这个小孩呢 那么他喜欢吃 但是他集体和形体销售 另外还喜欢吃些异物 因为我们正常人不吃的 像一些什么呢 这个墙上的土啊 像杀石啊 杀土啊 这些异物的 那么多见于什么呢 肝症和虫症 那么这个将来我们再讲到 小孩系统那个肝症的时候 还要讲 那么另外 可洗冷饮的 一般呢 多为热症 那么可洗热饮的 一般多为什么 寒症 或者不洗饮 那么多见于寒症 那么可遇饮水 口干舌燥的 那么多见于伤筋 味噪经商 经常是味噪经商 如果可不欲饮 饮衣不多的 接着口渴 但是不想喝 那么多见于湿热内韵 多见于湿热内韵 如果多食多饮 形体销售 还是三多一少的 那么都见于什么呢 消可病 那么另外 多饮少是食干便秘的 就是小孩喜欢喝水 那么饮食进的比较少 那么甚至吃一口饭 喝一口水的 那么多见于胃的 胃因的一个不足 胃因的一个不足 好 那么这是我们大致的 一个胃饮食的情况 跟我们的内科呢 区别也不大 区别不大 另外问睡眠 问睡眠情况 那么睡眠情况呢 以安静为家 那么正常健常小孩以安静为家 那么另外有一点 年龄越小 我们小孩呢 睡眠时间越长 比如我们新生儿可以达到 十八到二十二个小时左右 那么呢 所以呢 年龄越小 睡眠时间越长 这是儿科的一个特征 那么如果白天如常 夜不能寐的 甚至出现啼哭的 我们称为夜提症 这是我们儿科的 专门的一个疾病 那么另外 如果晚上 就是晚上睡眠不安 烦躁不宁的 在床上翻来覆去的 我们中医认为 多认为心精有热 心精有热 我们的心主神志 那么心神受到煎熬 那么呢 出现了 另外 胃不能安静 多汗易经的 那么就是晚上汗出比较多 容易经形 不容易入睡的 那么我们书上说 多建议狗乳病 或者建议我们中医的什么 汗症 那么多建议脾虚干旺 脾虚干旺 那么另外 睡中磨牙 我们多建议什么呢 虫疾 这个磨牙在我们儿科的比较多见 那么在临时床上 多见的有这么几个情况 一个就是消化功能不好 那么消化功能不好 另外呢 建议内伤饮食 有极致 出现了磨牙 那么甚至就是 再有一个就是建议虫症 有寄虫虫病 出现了磨牙 磨牙的情况很多 那么甚至小孩在出牙群 牙齿一样 他甚至睡中间 睡梦当中也要磨牙 另外 寐而不宁 肛门骚痒的 多建议脑虫病 这个脑虫呢 一般在肛门周围活动 尤其是夜间 他一活动来养的小孩呢 喜欢抓脑 那么这个呢 就建议 从政 那么另外 昏睡 或者说睡中露精的 都建议久病脾虚 我们说这个包检的开合 属脾障所思 是不是 那么当脾气虚的时候 就不能够很好的 撕这个包检的开合 那么可以出现昏睡露精 那么另外 昏睡或者嗜睡的 那么伴有发热的 那么多建议热病 热乳心包 或者弹邪蒙闭心包 而出现的 那么这个都属于重症 昏睡 四睡 好 那么这是个问睡眠 问睡眠 那么大约就这么多 我们一问寒热 二问汗 三问头身 四问便 五问隐私 六问兴 那么七龙八可 聚当便 那么就隐私 包括后面的隐私情况 隐私情况等等 那么问者的另外一个内容 就问个人史 那么这个是我们儿科呢 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点 你如果在成人问个人史 我们一般的问他的生活 一些嗜好 以及这个疫区的居留史为主的 是不是啊 比如说抽不抽烟啊 抽几根啊 喝不喝酒啊 喝几两啊 有没有疫区的居留史啊 甚至野油史啊 等等等等 那么我们儿科的问个人史 以下四个方面 你比如说胎产史 胃养史 生长发育史 和预防接种史 你比如说胎产史 你这个怀儿 那么是第几次怀孕啊 那么怀第几次就怀孕 第几次生产啊 有的人可能就怀了三次 你就生下这一个 有的可能就怀了三次 就生了三个 那么这个不一样 那么另外生产的时候 我们问有没有产生啊 有没有自息啊 那么你生产的方式是什么 是这个顺产啊 还是这个什么 抛肤产啊 那么你在生产上 或者这个孕妇的健康状态啊 等等 我们都要问到 这是胎产史 那么另外胃养史 那么胃养史呢 我们一般的有三种胃养方式 那么一个就是什么 母乳胃养 那么我们现在都提提倡 母乳胃养 是不是啊 因为那个这个这个母乳 是我们最好的呀 也是啊 那么另外如果有些人 比如说抛肤产的这种孕妇啊 产妇啊 一般没有奶水不足 或者没有奶水的甚至 那么我们只好吃奶粉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人工胃养 如果有母乳 但是又不如 不能满足这个化而需要的 那么还要加一些奶粉的 我们就称为混合胃养 我们认为胃养方式就是三种 那么胃养史 我们还要问他 添加辅食的一些时间 那么添加了哪些辅食 什么时候添加的等等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生长发育史 那么生长发育 我们在这里包括了体格的生长发育 甚至包括了一个什么呀 这个精神或者这个智力的一个生长发育 因为体格的生长发育 我们要做好监测呀 你们这个 现在这个患然来来看病这个时候呢 你看要看他 根据他年龄 你看到头围 胸围 身高 体重 牙齿 甚至性门的情况啊 那么智力发育 什么时候会讲话呀 那么什么时候 这个这个这个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会讲话 什么时候会这个这个这个提问题呀 那么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情况 那么我们都要问到 那么预防接种史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儿科一些重要的内容啊 你比如我们小儿是传染病的一个高发的一个时期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很甚至一些很多传染病都是可以预防不可治疗的 所以我们都要定期进行预防接种啊 比如生下来我们打乙肝疫苗啊 那么很快要进入卡接苗啊 最后白白铺啊 这个这个这个 麻疹呢 麻疹疫苗啊等等 我们要定期啊 或者定时进行预防接种史 那么如果做到了 那么可能我们将来呢 得到这种传染病的几率会明显见低 那不然的话呢 那么得传染病的几率呢 可能要增高 啊 所以问个人史 在我们儿科包括四个方面 大家要知道啊 胎蚕史 胃阳史 生长发育史 以及预防接种史 这是跟内科所不同的 那么另外还有个其他情况啊 你比如说 我们还要问一个宪病史啊 主术与宪病史 这后来看病 那么他主要的痛苦 主要的症状是什么情况 那么以及的一个发病的经过 以及治疗的一个经过 那么同时 我们还要问一下这个患者的一个什么的 既往史和家属史 以前得过什么病没有 那么家属成员的身体健康等等 那排除一些传染病 排除一些传染病 好 那么这就是问诊 那么问诊呢 我们又展开 重点内容呢 是我们结合十问哥进行问诊 那么特异性呢 就是我们小儿个人史的一个问诊 那么个人史问诊呢 是我们儿科的一个特点 请大家重点掌握 那么其他情况 请结合十问科参考内科的问诊 我们在这呢 不详细的一个讲 另外一个确诊 那么确诊呢 包括两部的内容 一个是脉诊 一个是暗诊 一个是脉诊 一个是暗诊 那么类似于西医的一个处诊 和扣诊 处诊这些扣诊这些检查 那么这个脉诊 在我们儿科里面 有这么几个特点 我们这简单的讲一下脉诊 那么我们脉诊 那么小儿的脉相相对来说平和 健康小儿的脉相相对来说比较平和 那么比我们常人软而稍硕 或者稍快 脉相比较软而比较快 而且年龄越小 脉步越快 这是一个总体特征 软而稍数 所以我们小儿出现这个悬脉的几率比较少 你想我们小孩这个血管是不是弹性非常好啊 所以他出现悬脉的几率比较少 因为他弹性比较好 所以脉相比较软 那么由于小儿气血相对不足 所以呢 这个脉相呢 要软一些 那么充容度 那么相对 充容度 那么我们在小儿是正常的 但是呢 由于气血相对亏 或者少 虚少 所以脉相偏软 那么另外 这个小儿的心育 我们讲了 相对来说 比我们常人都比较快 越小越快 所以脉相呢 偏硕 偏硕 所以总体就是软而稍快 那么另外 整脉方法 啊 由于小儿这个冲口的脉味的比较短 我们 用我们去整脉呢 我们这个 十指 中指 无名指呢 这这这又太又太宽 所以呢 我们想要整脉的方法呢 我们一般使用的是一指定三观法 一指定三观法 那么就用我们十指的指幅 那么有些人是用我们什么呢 这个 用我们 我们一般用拇指 大拇指的指幅 那么有些人是用十指 啊 来测 来把持我们这个寸观 这个这个寸观尺三不慢 啊 就用一个指头来把寸观尺三不慢 那么这个呢 我们称为一指定三观 或者寸口一指麦 所以指麦方法跟我们那颗不同 啊 用一个手指 用拇指的指幅 或者用这个食指啊 啊 那么另外 从麦相来来看 我们呢 儿科的麦相不细分二十八麦 不细分二十八麦 只讲浮沉词错 有力无力六部麦相 那么当然也要注意一些特殊的麦相 比如说一些结代麦 啊 一些结代麦 这些丈夫啊 气质性改变的麦相 我们也要把啊 那么主要的麦相是浮沉词 有力无力 那么跟我们内科的主病相同 啊 那么如果浮麦 那么则足什么啊 表正 啊 如果是浮麦 则足表正 如果是成麦 则足理正 啊 那么如果是持麦 则足寒正 硕麦 则足热正 那么有力为实正 无力为虚正 啊 所以跟我们浮沉 持错虚实 内科的这个 这六部麦相的总纲呢 相同 主病相同 啊 那么另外 从这个麦相取舍上面 大家注意 还是存在一个 呃 麦正的一个取舍 那么当我们的麦相 跟我们的辩证相符合的时候 那么是我们最佳的一种状态 如果临床上麦相跟我们辩证相违背的时候 我们一般是取证舍麦 那一般是取证舍麦 所以大家注意啊 我麦相在这个地方 还是在临床上的仅供参考 是一种辅助的诊 查手段 啊 那么我们这个麦相啊 在明清以前呢很重视 在清朝以后啊 我们这个麦相呢 也比较重视 但是这个麦相有一个特点 就是主观性太强 啊 那么现在我们都在讲啊 你找几个医生啊 甚至是明老中医来拔麦 可能他拔的麦相都不一样 但是都能治疗病 所以我们说呢 主观性比较强 那么明清以后 这个麦相呢 我们呢 啊 那么拔的呢 可能呢 我们呢 不是特别重视了 那么主要重视什么呢 蛇神的一个重视 是不是啊 所以清朝以后 蛇神 那么常为 去麦神以后的一个 更重要的一个什么呢 啊 望神方式 啊 因为麦神 因为这个蛇神呢 更加客观和直观 啊 这个蛇是红就是红的 啊 这个蛇太黄了 你不能说成黑的和白的 啊 所以蛇神呢 更加直观 啊 所以呢 我们大有这个蛇神 取代麦神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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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势 但是 这个麦神呢 是我们啊 是我们那个试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组成部分啊 希望大家将来在临床中呢 啊 进一步去总结自己的经验 好 那么另外按诊 那么按诊呢 包括全身那个按诊啊 无外乎 头信 经验 胸腹和四肢的一个皮肤 那么接下来呢 让我们依次来看一下这个按诊的内容 你比如说按头信 按头信 那么首先我们是不是可以看一下这个信门这个闭合情况啊 啊 你比如这个前信 我们这个信门闭合我们是不是主要看前信啊 啊 如果前信我们正常12到18个月之内闭合 如果这个小孩8个月10个月啊 这个前信闭合了 那么这个呢 那么我们认为呢 啊 多是什么呢 小头肌型多见语啊 那么如果是欲气未合啊 或者说这个颅骨按字呢 弹性比较强 按字比较软啊 那么呢 还有弹性的 那么这个呢 多见于我们狗鲁病的一个平方驴啊 就颅骨软化啊 像我平方球了啊 那么这是一种当然当然一种比喻哈 那么多见于肾气不足 临床多见的一个病就狗鲁病啊 多见六岁六个月以内的小儿 尤其这个平方驴 那么如果信门下线 那么我们中医呢 称为信线 称为信线 那么多见于什么伤筋 或者伤音 你比如严重的一个呕吐 或者什么呢 蟹蟹 那么可以出现信门的一个下线 甚至这个眼窝的一个下线 啊 那么如果信门啊 凸起来了 那么按起来呢 按字呢还比较紧张 还比较有抵触感呢 那么这个呢 我们中医称为什么呢 啊 信田 那么多见于什么呢 食热圣工 或者风火谈热上工 那么呢 甚至出现我们书上说热疾生风 肝风内冻的一些表现 那么这个呢 多类似于西医的什么呢 颅内压身高 啊 那么多见于各种脑炎 脑膜炎引起来的一个什么 脑膜刺激症的一些表现 啊 多见于颅内压身高的一个重要体征啊 所以这个信门呢 吐起来 心田症 大家注意啊 这个呢是重症 一般是重症的改变 另外如果颅骨解开啊 那么不必啊 甚至信门宽大的啊 头缝四破的 我们称为解炉 那么这个多见于先天盛其不如啊 啊 那么呢 更多见于西医的一些什么呢 脑脊水一类的病症啊 啊 那么这个呢 多见于先天疾病啊 啊 那么预后相对来说呢 啊 要差一些啊 啊 好 好 那么这是按头信 按头信的改变 那么接下来要按锦页啊 按锦页 那么这个呢 更多的 那么是我们啊 看 我们颈页部的一些淋巴结的改变 那么 这个淋巴结 我们中医称之为心河 啊 大家看这个心字很复杂的啊 啊 那么我们正常的人啊 啊 包括正常的小儿呢 颈部腋下 可以处居少许啊 啊 我们说他路豆大小的啊 啊 那么一个什么呢 心河就淋巴结 那么一般的活动度比较好啊 啊 那么不硬 那么处子呢也不痛 那么这个是我们正常状态啊 啊 那么如果出现心河肿大啊 啊 甚至至硬啊 甚至呢 啊 暗之疼痛的 那么这个呢 我们临床多建议热毒内截啊 啊 多建议热毒内截 甚至痰毒内截 或者痰热内截 那么这个呢 多建议我们细细多建议这个什么呢 啊 这个头颈部的一些局部的感染 你比如说啊 啊 扁导体肿大的时候啊 啊 我们终于出现乳鹅的时候 一般般有心河的一些肿大 那么这个麻疹啊 啊 这个呃 呃 那么这些传染病 从呼吸道入侵的时候出现呼吸道的症状的时候 可以出现颈部的一些什么呢 心河的肿大啊 啊 那么多建议热毒弹毒啊 啊 那么另外 如果啊 颈之两侧 那么心河肿大 雷雷如串珠啊 暗之不痛的 那么多建议雷厉啊 那么类似于现代的淋巴结结合啊 啊 颈部淋巴结结合啊 啊 好 那么这是雷厉 我们现在见的比较少了 那么如果耳下腮部啊 肿胀痛痛 甚至有咀嚼障碍的 那么搬用河下淋巴结种的 那么多建议我们的炸塞啊 就类似于现在流行性塞线炎 啊 他是以耳垂为中心的局部的塞部的一个慢种 那么可以搬用局部的啊 这个河下的景前的淋巴结总大的 那么多建议炸塞啊 这是按经验部 那么这个呢 西医的淋巴结查体 大家下去再看一下啊 一般呢 有一个顺序性啊 来进行 好 这是按经验 另外按胸腑啊 按胸腑 那么这个呢 按胸腑呢 就是除了这个形态啊 形体的一个观察以外 那么包括腹部的促整啊 腹部的促整 你比如一些特殊的形态啊 如果这个胸骨高突处之不痛的 一般都这样为鸡胸 如果鸡足后偷 按字不痛的 都建议什么呢 规备啊 那么另外按虚理啊 心理就是我们心肩的一个不动处 如果虚理不动太强 竭力不匀的 我们多建议什么呢 啊 中气外泄 那么多是病情严重的也改变啊 那么反映了心的一种功能状态 如果虚理微弱 处之不甚明显的 多建议什么呢 啊 中气内虚啊 多建议中气内虚 那么或者胸斜触及这个串珠 甚至肋骨外翻的 那么多建议狗鲁病啊 那么在这个狗鲁病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骨骼呢 生长障碍 那么在这个肋骨内和肋软骨的交界处啊 可以出现一个凸起 那么如果如果成串的排列 我们就成为肋骨串珠 那么甚至可以出现肋骨外翻 那么这都是我们狗鲁病的一些表现 那么右鞋上啊 触其皮块的或者暗自疼痛的 那么右鞋上大家看有个什么东西 有个什么脏器啊 哎 是肝脏 那么呢 一般都建议肝脏的一些改变 那么大家注意我们肝脏 那么小儿在六岁以内 一般在内下两个公分处可以触及 那么六岁以后 我们的肝脏逐渐逐渐就不能够触及到了 啊 因为我们的肝脏发育 我们这个就把这个肋骨就把它遮住了 所以就触不到了 所以以六到七岁为戒 那六七岁以前如果在内下两个公分 那么我一般认为呢 是正常的 那么六岁以后 我们一般逐渐不能触及 如果在这个同样 如果在这个左鞋上 如果触及皮块 那么多建议什么呢 皮肿大 啊 那么这个皮上在我们儿科 一般以一岁为戒 一岁以内的小孩呢 偶尔可以触及皮肠 那么一岁以后 我们一般都不能够触及皮肠了 如果触及一般多建议什么呢 病理改变 啊 一岁以后触及多建议病理改变 那么另外 腹痛 喜柔喜岸 啊 一般的多建议呢 虚性的腹痛 或者虚寒的腹痛 如果腹痛巨岸的啊 啊 那么甚至暗子加重的 那么多建议实证的腹痛啊 啊 那么剑突下的一个疼痛 大家注意 那么则多建议胃腕痛啊 啊 剑突下都是往胃脏所在的部位 所以如果剑突下疼痛 多建议胃腕痛啊 那么齐周腹痛 暗子痛检 或者腹部有条索让的包块的 多建议虫疾腹痛啊 多建议寄存虫病啊 啊 那么齐周腹痛为主 甚至严重的可以起包块 调索让的包块 那么多建议寄存虫病 啊 那么这么严重的从政呢 甚至起调索上呢 我们已经很少见了 那么腹脏行瘦 甚至腹部清筋暴露的 那么多建议肝症啊 这个清筋暴露 一般多建议我们的啊 上下强这个静脉回流受阻的 一些改变啊 我们终于认为肝症 后期的气质血瘀啊 另外右下腹暗子痛痛 肩有发热啊 甚至脉是点固定压痛的 多建议长庸啊 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什么啊 急性一线炎 急性这个蓝尾炎 是不是啊 啊 那么右下腹的一个剧烈疼痛 那么固定的压痛啊 那么甚至要扮演员吐发热的 那么则建于长庸啊 哎 这个呢 大家注意一下啊 这个胸腹的暗枕啊 跟我们内科也有很大的一个什么呢 类似之处啊 有很大的类似 那么其中在这里面呢 我们如果结合西医的插体 那么重点就是干脾的一个处整啊 干脾的一个处整 那么请大家呢 嗯 下去呢 再参考西医诊断学 那么掌握他的手法啊 另外按皮肤按四肢啊 你比如说平时手足冷的 或者呼冷汗粗的 那么这个多鉴于阳气不足啊 那么我们说了啊 阳胜则热啊 阳虚肯定就是遮寒啊 啊 所以所以平时手足都是偏冷 甚至是呼冷汗粗的 那么多鉴于阳气不足 那么手足心热的 多鉴于阴虚内肉 或者内有极致化 或者内伤辱实化热 这个手心我们看 首先是不是属阴手指啊 手背属阳啊 啊 所以手心热与手背的 我们认为是阴虚发热 啊 或者内有极致 那么手心手背全身聚热的 我们多建议外感发热啊 但是外感发热 一般的一般的这个热还多 同时帮有霧寒那些表现啊 那么是外感发热的这个特征 那么四肢绝伦 面白纯淡的 多建议虚寒症 还是啊 那么肤热无汗的 多建议热壁于内啊 肌肤着手着热 但是没有汗啊 那么多建议热些壁于于内 那么肤热汗出的多为热增于外 啊 那么这是两种说法 那么皮肤感 皮肤干燥啊 甚至起屈没有弹性的 那么这种呢 多建议啊 集体的阴晶的一个好伤啊 集体阴晶的一个好伤 那么多建议什么大吐大蟹之后 那么肌肤肿胀呢 那么多建议我们中医的一个常见的病 就是水肿病啊 肌肤四肢 甚至全身的一个肿胀啊 那么多建议水肿病 那么这个就是按诊啊 那这个就是按诊 好 那么到此 那么我们四诊基本上就介绍完了 那么大家也看到了 那么四诊望闻问怯 那么里面我们花了绝大多数的时间 是在介绍什么啊 望诊啊 所以呢 我们望诊呢 是儿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 主要的内容 而闻诊问诊 还有怯诊 那么跟我们内科基本上相同 那跟我们内科基本上相同 所以请大家参考内科的 闻诊问诊和怯诊 那么呢 同时突出我们儿科的特异性 你比如问诊里面呢 问个人史 是不是我们儿科所度有的 那问年龄 那问年龄 也是跟我们儿科的发病的关系 比较密切啊 那么这个怯诊里面呢 你比如说怯脉 这个脉诊 我们儿科 是不是跟内科又不相同了 所以这些我们呢 要对比的学习 那么类似的 我们不讲了 那么突出我们儿科的一个特异性 所以思考题呢 我们这个诊法该要的思考题就是 大家考虑一下啊 为什么我们儿科试诊 读证 读证望诊 那么我们看望诊的内容 包括哪些 望诊的内容包括哪些 那么何为五色主兵 如何变班诊 查识文 那么这是我们儿科整法该要的一些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 好 那我们剩下还有时间 我们再开一个头 啊 我们讲儿科的制法该要 啊 我们讲儿科的制法该要 那么我们讲儿科的制法该要 要求大家掌握的内容是掌握儿科的常用的内制法 那么熟悉小儿的内制法的用药原则 那么了解小儿常用的一些外制法啊 那么我们治疗啊包括了内制和外制 那么我们这本儿科学啊中医儿科学 那么是内制为主的 其实应该叫儿内科学比较合适 那么当然一些特殊的疾病 外制法有独到之处的我们还是还是介绍到的啊 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些常用的外制法 那么熟悉我们儿科的用药原则 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看啊 儿科的一些内制法 啊 那么儿科啊 我们讲了跟内科跟常人相比 有生长发育的一个特征 那么他的病因有自身的特异性 那么生病的特点与常人不同 那么直接导致小儿的疾病的种类 疾病的转归啊 那么发生转归跟常人的都有自身的特点 那么所以导致我们临床上的治疗 有自身的一个特异性 那么我们看 首先看内制法的一个 治疗原则啊 内制法的一个治疗原则啊 或者用药原则 那么第一个原则 就是什么啊 治疗要及时正确和审慎 那么我们在讲 小儿的生理特点 小儿我们讲了 小儿脏腹胶嫩什么 形器未充 那么由于小儿脏腹胶嫩 形器未充 直接导致小儿什么啊 发病容易 传遍什么 迅速 所以我们小儿治疗疾病呢 要及时 要正确 要审慎 因为我们举个例子 小儿外感风险 那么早期可能 以物寒发热 鼻塞喷嚏 流涕为主 那么就是感冒 如果我们治疗不及时 那么如果这个热血 如表如理 那么很快可以导致肺气欲弊 而出现发热咳嗽 那么谈闲 甚至鼻翼煽动 气处的改变 那么这个肺气欲弊 那么可以转为肺炎传授 所以这个小孩的病情转变非常迅速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治疗疾病要及时 那么当然还要正确 还要审慎 那么呢在这个文明条片里面说 这个小孩用药 稍呆则治 稍重 则伤 稍不对症 则莫之其乡 所以这个小孩治病呢 我们要求要及时 要正确 要审慎 这是他一个用药的一个特征 那么其实内科我们现在还是提倡 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 甚至什么 早期预防 是不是 这个内容呢 我们其实是有相通之处 那么第二个 内治法的用药原则 那么讲究处方轻巧灵活 轻巧灵活 那么就是说 我们小孩的用药 而讲究的什么呢 处方要小 药味要少 功效呢 还要高 那么是我们追求的一个原则 大家看那个商行论里面的金方 药味都非常少 麻黄汤就是味药 那么贵子汤也就那几味药 五味药 所以 功效还很好 那么这是我们儿科追求的 那么另外一点 要大苦大寒 大心大热 俊下独裂之品 那么应当慎用 大家看这个地方是慎用 而不是禁用 不是禁用 那么当怎么用呢 就是有势症用势药 有势症用势药 那么另外 尤其这些俊猛之气使用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要忠病 记制 或者衰起大半 而制止 不可过计 如果使用过当 用使用不当 如果太过 则容易耗伤我们化儿的正气 容易耗伤我们化儿的正气 那么这个大苦大寒之计啊 那么需要我们在临床上根据个人的经验 去进一步的总结 你比如我们这个大黄 我们知道大黄这个俊下之力比较俊猛 是不是啊 功下之力比较强 我们有些儿客一家呢 就很少用 但是有些一家喜欢用 你比如说在这个温病 温热病高的不减 还是喜欢用 甚至还是重用 那么起效呢 就比较明显 功效比较红素 所以呢 这些是经验 另外你像那个大心大热 甚至有毒那个父子 那么我们治疗一些什么呢 阳虚症的一些疾病 或者说阳虚重症的一些 亡阳重症的疾病 这个父子我们是不是还是要用啊 他的回阳之力 那么是其他药不可替代的啊 但是只要我们使用方法对头 比如说先煎多少多少小时 你比如说父子 我们要先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他的毒性可解 啊 那么我们还是可以用 所以我们什么呢 有势症用势药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 那么中病剂子啊 那么这个一些特殊的药物使用 大家注意 好 那么第三个使用原则就是什么呢 注意顾护脾胃 那么我们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 那么呢 我们集体的乳养全靠脾胃的一个气血化身来进行乳养 那么如果脾胃大伤 那么这个病人集体就会出现失痒 那么在疾病状态下 是不是病人的恢复能力就会更差啊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讲究处处顾骨脾胃 那么是我们中医儿科历代医家所提倡的 那所提倡的 那么呢 是我们儿科治疗疾病的一个重要原则 你比如万全提出来 治病调理脾胃者 医中之王道也 因为我们成都市那个那个民中医王小儿 他治疗什么病 你看他开方的十个方子有九个方的八个方子里面 都有胶三渣和剑取这两位药 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 他也是处处顾骨脾胃的一种体现 他不管外感病内伤病 都喜欢去加这个胶三渣 跟这个神群和剑取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儿科的一个原则 那么大家想啊 如果你脾胃大伤不能够运化 你即使你这个药液运 药液引入以后是不是也不能够转运的 那么不能够很好的转出转运 还要影响我们药效的一个发挥啊 所以这是多方面的 大家注意 那么第四个 我们书上提出来 要先证而至 那么我们书上认为 小儿发病容易传遍迅速 尤其是寒热虚实转化比较迅速 我们提出提出来 那么看要及时的推测这个化 那个病情的转化 那么及时先本证 而治疗 就是先证而至 你比如说 这化而外感封寒了 已经有化热的趋势的时候 我们要外散兵封寒 那么肩而使用一些什么呢 清热解毒的药物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提倡的一种什么 先证而至 那么这个提法是我们儿科所独有的 儿科近年来提出来的 那么就是说小儿这个寒热转化呢 比较迅速 但是这个呢 跟我们中医的辩证论治呢 稍有违背 我们中医是讲究的特点 整体观念辩证论治 是不是啊 但是这个要结合我们小儿的一个病理特点 传辩迅速 传辩迅速 所以先证而至 大家理解一下就是了啊 大家理解一下啊 那么究竟变化有没有这么快 那么我们还要根据临床的具体的病情 具体的患者具体分析啊 这个先证而至呢 是一个特点 那么另外一个特点 不可乱投补义 之际 那么补义之际呢 可以呢 滋养我们人体的机体 或者患者的机体 尤其是虚重的时候 那么是我们补义之际使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对象啊 那么主要针对虚证或者虚审而设立的 但是如果是实证 或者这个患者体制不虚的时候 那么滥用补义之际 则可以引起一些意外的一些后果 你比如我们现在患者 也想要滥用补义之际补品 可以出现我们书上说的绣导书 你比如说这些外感的表证 我们滥用补义 可以是出现什么呢 闭门流扣 那么这些改变 那么都属于我们不想看到的 那么正像我们所说的 那么补义之际也有偏性 那么呢 我们这个中医治疗就是以偏揪偏 用药物的偏性 来揪我们集体的一个什么呢 病理状态的一个偏性 所以呢 如果使用不大 那么可以出现一些不良的后果 那么一句话 我们还是要讲究辩证使用 辩证使用 有士病有士症 用食药 不要乱用补义之品 好 我们休息一下